大家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五 今天的市場十分之好,大約升了二百多三百點 最主要是之前,就是昨晚伊朗說 我們會去報仇的,找伊斯蘇聯報仇 到時,昨晚並沒有打出手 因此,起點就是,美股那邊就狂升了 也帶頂到香港股市來升等等 所以今天一升,始終有月半的板塊上升 看看升了最多的板塊是什麼呢? 第一,貴金屬,還說不打仗? 還說油漿? 金屬和礦石還在這裡 軟險服務、保險和銀行 這些都是實質的,很大 很拖動大市動的板塊 到了它一出來是上升榜的話 這個世界一定是非常好 看看各個方面之中 貴金屬,很簡單 招金、山東、銀行、銀行都會升 升幅可以的,幾個百分比 再次,一般的金屬和礦石方面 有些是小的,升了這麼多 有些也升了這麼多 然後落入木炎,這些都已經升了 這些值得是要留意的 再次,有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就是這些很小的 但其實開始也有多一點的東西要留心 這個和比特幣那些 加密幣的平台上是有關係的 這些全部都是有升,是可以的 保險業方面 保險升即是代表 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很多的資產都投資起 包括中國的股市和債市等等 銀行升更加是 這個就不用說了 我們仔細看 接著是各自的板塊方面 今天升得不錯 杏仁升升1% 1%、2% 海洋石油升2% 恒星中企業升2% 科技升3% 比亞迪升4% 快手升4% 中芯國際升6% 半導體好 昨天半導體好 理想汽車也有升5% 就是這樣 好,看看大善 這樣就好了 對吧? 這樣就開始回到 希伯利加通道的中足 升上去之後 這個需要繼續擴大 優良的戰果 現在這裡已經升穿了 這裡的阻力位 很多的阻力位 升了這個阻力位 所以這裡就是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跟著上去175% 跟著上去185%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阻力位 大概是180度左右的阻力位 就是遲早也是破的 上網多少呢? 不知道 應該是任望可以超越這裡 應該超越2萬點 不過這些是時候 大華西遊 不要說 要發行夢 起碼可以發行夢 再其次看看 可以留意什麼 例如港鐵 好嗎? 來吧